不是政治 不是財經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舊事娛樂 我是吳怡沛 趕快來介紹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非常漂亮 今天染一頭紫色的頭髮的劉宇蓉 嗨 大家好 漂亮 漂亮 好久不見 好 接下來歡迎的是 沈玉琳 玉琳哥 大家好 我是威廉的沈玉琳 我從威廉的沈玉琳 從威廉的沈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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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每天越來越長啊 下次會不會介紹你又一分鐘喔 好細 接下來歡迎就是我們的 翼哥李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懿 我從威廉的沈玉琳 從威廉的沈玉琳 哈哈哈哈哈哈 好煩喔 厲害厲害 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很多觀眾朋友 都很好奇的名模圈 通常我們看到模特兒 他們在時裝伸展台上 都覺得說 哇 他們好光鮮亮麗喔 覺得他們好漂亮 身材好高挑 感覺顏值都好高 每天處在這個時尚圈 感覺生活都過得很不錯 但是你知不知道 其實在名模圈 有不為人知的秘密 跟不為人知的辛酸其實也蠻多 不過聊到這個名模 我們今天既然主題是要聊模特兒 請問一下中間那位大哥 你是不是走錯棚 我是 還是有跟模特兒交往過 我是名模之友 不是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 樓下的那個異世界的朋友 去聊外星人 不難移 你怎麼會來我們的朋友呢 你問理意就知道了啊 為什麼 大概男生當中 我的名模朋友算最多的 你隨便說幾個人來聽聽 在座兩位都是啊 然後那個 玄姐啊 那個 強哥啊 黃志偉啊 大凱啊 大凱不是名模 他是大凱簽給名模 簽記公司啊 好啦好啦 你也是在出一個什麼 有名模灌在前面的 外景嘛 這個是最近人家常問我的說 欸 你又不是名模 你怎麼去名模出任務 我說我不是名模 但是我只負責出任務 哈哈哈哈 然後李懿負責擔任名模就好 你負責就出任務就好 名模只有玄姐啦 名模只有玄姐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就要聊聊 其實名模界 也有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請大家鎖定我們今天的節目 首先來看今天幾則 娛樂新聞 來看看是前陣子開演唱會 剛好碰到身體狀況不佳的 鄭秀文 他其實在出席品牌活動的時候 看起來還是有一點點憔悴 不過呢 鄭秀文跟大家透露一個好消息 還記得他之前跟劉德華 曾經是銀木情侶 拍過很多 包括瘦身男女盲探等等 聽說兩位 最近有機會要一起合體拍電影喔 打算正式全面付出的鄭秀文 之前因為生病在演唱會上石聲大崩潰 讓粉絲好心疼 最近他和鄭元昌出席了一場時尚活動 大病出獄的他看起來臉色還是有點憔悴 就是我舉行了八場 那我七場都是在冰中度過的 對 第一場就幾乎失散了 然後也帶著觀眾對我的包容跟愛 好好把八場完成 鄭秀文最近也客串了一場劉德華主演的電影 再度扮演銀木情侶 讓粉絲們都回憶起了當年 就是其實因為 我客串就是因為華仔他打給我 他說希望我在他的電影裡面 有一個有小小的鏡頭可以出現 那當然他打給我 我當然會答應啊 因為我們是老大大也是好朋友嘛 你16年跟他一合作了八部電影 銀屏情侶會不會演得比較煩嗎 想換一個 不煩 不煩 他就像我在電影裡面的真實的老公 你看見你的老婆會煩嗎 所以我看見我電影裡面的老公 一點都不煩 今年鄭秀文在香港的演唱會 也是一通電話就搞定了劉天王 我打電話給他的 他也馬上 其實他當天也挺忙的 他就趕過來幫我當嘉賓 所以 電影上的老公就是這麼用的 天王天后有著深厚的好交情 才能這樣互相利用 對 是幫忙啦 知識娛樂 北京採訪報導 再來看看原本花兒合唱團的主唱 大張偉 他現在即將在大陸舉辦演唱會 但是當年他16歲就出導 不過現在大張偉已經33歲 而且他已經從一個主唱 變成了一個搞笑諧星 到底要開演唱會 這個諧星會在台上 搞一些什麼東西呢 大家都很好奇 15歲就當上花兒樂團主唱的大張偉 個性超搞怪 在單飛之後幾經波折 下個月終於有機會 在大陸舉行個人巡會演唱會 他也預告這次 除了會惡搞當紅的小鮮肉嘉賓們 也要趁這次機會鬧一波大的 一句話就歲數大了你知道吧 然後呢我就希望 現在我已經33了 我就希望我能在36 反正就是36是 相當於我本年了對不對 然後我就因為歲數大了之後吧 你想嗨吧身體啊 就是說也容易累 然後所以說我就希望 在這個三年之內呢 能夠多把我青春的這些躁動啊 好玩的東西耍的東西 都給他耍夠了 然後這樣呢就無愧於我的青春 36歲之後呢 我就可能去當老中醫了 是這樣 而對溫道生小孩的計劃 大張偉的回答也是很可愛 哎呦喂生孩子這事吧 行啊生呗 然後反正也得有 然後我媽老跟我說 我媽爸爸說你怎麼也得有一個吧 然後說你要是沒有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該人家該說增加絕後了 希望那個我自個兒能喜歡吧 因為你知道孩子是說不準 說好多孩子特別討厭 說要都能跟淘寶 還能退多少 哈哈哈哈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愛奇事業兩得意的 新科金鐘影后柯佳彥 他今天出席了微電影的活動 那麼其實預告了 他即將要拍的這個新片電影啊 竟然是驚悚片 和他之前演的電影的 類型都不太一樣 當然媒體也會很好奇 就問他說 哎那你跟你男朋友昆達 最近感覺怎麼樣 他說搞不好 明天就會去登記結婚喔 真的假的 嗯 柯佳彥彥 柯佳彥19號出席影音平台發表會 這也是他在獲得金鐘女主角後 首度出席公開活動 柯佳彥也淡定的說 這幾天心情很平靜 沒有特別做什麼慶祝 我的心情還蠻平靜的 就是感覺是身邊的人會 會覺得好像 從此有什麼特別或是不一樣 但對我來說 我 我的心情上 都一直沒有真的太大的起伏 除了當天真的是 真的是 還蠻驚喜的 愛看電影的柯佳彥也說 很享受一個人看電影時光 我電影都會看 但我自己不太看靈異的恐怖片 但是推理跟驚悚 推理跟驚悚我還是會看 我覺得一個人看電影 其實蠻享受的 不管是去電影院 我也有一個人看過 或是說在家 被問吉得獎後 是否戲劇邀約不斷 柯佳彥也完全否認 但透露有新的驚悚推理作品 即將上映 明年初有一個 驚悚的推理電影 我第一次參加一個 驚悚類型的電影 然後角色在 不管在造型上 或是心理上 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有一些尺度上的突破 驚悚我不會 但是如果是靈異類的 我可能會比較不感見 在戲劇上 以達到新的里程碑 是否有考慮 與男友坤達 不如人生下一個階段呢 柯佳彥也語帶保留 不知道 真的說不準 因為搞不好我真的 現在跟你們聊一聊 我明天去登記 但也搞不好是幾年之後的事啊 所以很難講啦 這件事情其實是 我們一直有共識的 如果說有什麼決定的話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看看很漂亮的許瑋寧 她日前出席了 演出了美劇菜鳥新移民 她首度挑戰演美式喜劇 而且你知道 跟她演對手戲的人很厲害喔 就是最後大丈夫裡面 飾演老周的那個鄭康祖 她說演美式喜劇 其實最難的 並不是英文 而是不能笑場 嗯 許瑋寧參與美國影集的演出 在劇中除了用純英文對話 還要即興接招對手戲 沒想到最難克服的居然是 對我來講 我一直都很想要演喜劇 只是這次的喜劇 對我來講 其實是比其他之前接的戲 壓力更大的 因為我剛剛說過 因為對我來講是一個挑戰 畢竟英文不是我的母語 所以 但是可以在這一部戲裡面 跟這麼多 就是非常有天分的演員 一起合作 我覺得 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棒的訓練跟進步 最難的部分 是很容易笑嗎 嗯 很容易笑 因為其實不只是她 就是現場所有的演員 因為導演都會給很多空間 畢竟喜劇都會比較即興的演出 所以大家其實丟出些什麼東西 他們自己也都會覺得好笑 所以常常片場都是很歡樂 我覺得最辛苦的就是 克服笑場 許瑋寧攜正康組演出 未婚夫妻檔 被吸塵時美女與野獸組合 她跟大戰正康組人很nice 即興吻戲自然沒壓力 她真的是一個 很nice的演員 而且其實我們這樣子搭配 也非常的有喜劇效果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就是 戲會這樣子 跟角色會這樣子安排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是很自然而然的 因為在 對於這種親密動作 在她們來講 其實並不是什麼太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 我們兩個就是有些親吻鏡頭 都是很自然而然發生的 對未來許瑋寧表示 想繼續嘗試更多喜劇角色 沒有底線 不怕扮醜 未來其實我都沒有設限 但我還是希望可以多拍一些喜劇 因為真的過去兩年 拍的戲劇都有點太沉重 那如果讓你扮醜的話 你可以接受嗎 沒有底線 其實我覺得拍喜劇 就是把自己放到最鬆 然後接受到 所有人給你的東西 所以像莫文蔚之前 很大爆牙也都ok 沒有沒有問題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許瑋念近年其實 可以觀察到他在戲劇方面 或是在電影方面 其實表現都很亮眼 可是大家都別忘了 因為其實許瑋念 剛剛出道的時候 他是從模特兒界出道的 那從模特兒界 後來轉換到這個演藝圈 然後在戲劇上 表現也滿亮眼 其實這樣子的女明星還不少 像是在座的兩位都是啊 宇柔 從模特兒圈轉 轉跑道 轉到綜藝界嘛 然後現在李懿也是 也常常出外景 然後擁有支持你的大批粉絲 但是接下來 我竟然是要先Cue玉琳哥獎 是的 你不要Cue我們兩個 沒有Cue我們 對 問題是說 通常我們都會覺得說 模特兒感覺好像很高不可拍 在定位上 模特兒確實比較高貴 那藝人好像就是金包銀 就是模特兒的那個 姓名是孔軍跟包銀 嘿嘿 我們的姓名沒有人家 沒有人家的感覺 可是你說模特兒 如果去出外景 宇柏姐還不是照完 對 宇柏姐也是一步一步 一開始的時候 他也是維持女王高貴的形象 真的喔 那是隨著那個一天又一天 Day after day 以後呢 你再給我自翻一次 打他 快點 我離他太遠了 他慢慢的融入這個環境 哇 他現在突飛猛進 他現在已經變成 動物模仿達人 人家都說他是名模版的沈玉琳 他引以為傲 他以前開場說 歡迎大家收看什麼什麼 然後他現在就說 歡迎大家收看 完全就是魚 放比較開了 就整個放很開 然後他的特殊專長 就已經被開發出來了 他有辦法把12生肖的 每個動物都模仿一遍 他最早的驚人之舉 就是要模仿魚 你還記得他怎麼模仿的嗎 嘿 你看 魚 好可愛啊 兔子 兔子 是老鼠還兔子 然後他最厲害的是蝦 那個蝦我一直學不起來 蝦 蝦 不是啦 蝦子啦 是那個跳來跳去的蝦子 嘿 這是他發明的 很可愛啊 蝦子上岸以後 你那個是什麼 就是有被嚇到的蝦子 對 被嚇到的蝦子 那除了玄姐之外 蔡淑貞也去那個節目 那因為蔡淑貞也是女王等級的嘛 所以上次節目就邀請她 來那個友情 那個算是資源一下 那製作單位也知道說 你如果說打電話告訴她說 就來玩遊戲嘛 跟大家一起玩 那可能這個阻力會蠻大的 所以製作單位就安了一個封號 你來當女王 從頭到尾呢 你就是女王 他們重心拱月 他們的任務都是要解救女王 都是這樣騙來的啊 你以為製作單位 我們第一天認識喔 那我記得蘇貞那天到現場的時候 穿著一襲藍色的這個玩禮服 然後還戴上了在青龍界來的後冠 有沒有 講到名牌啊 青龍在西門 也是很有名 什麼都可以借 那是一個專門租戒戲劇用品的地方 很有名 那整個氣質 我看了整個為之傻眼 我自殘行賄你知道嗎 我跟她講話 我都覺得弄髒了她 是這樣的一個風範跟氣質 好啦 那你知道製作單位 怎麼會安什麼好心言呢 對啊 說是那樣說 結果我們第一關玩那個遊戲叫做 聽我在說什麼 就是那個你們很經典的遊戲 你在說什麼 結果這次變成進化版了 我們去那個植武春秋一家那個 按摩店 按摩店就有那個床嘛 我們人不是要趴著嗎 有一個洞對不對 對 所以呢 我們趴著那個洞要幹嘛呢 講台語 讓底下的人猜我們在形容是什麼事情 對 底下的人就是誰 女王 對啊 而且上面會有人在按摩 我講的人是有兩個師傅在幫你按 所以你的口水是整個噴到 我一直噴啊 噴到蘇貞姐臉上的 然後玉琳哥你剛才噴噴噴一直噴 而且她口水又特多喔 沒有 而且我的口水比駱駝還厲害 好恐怖喔 駱駝的口水很臭好不好 比羊駝還厲害 那你想想看 出來的時候那個女王 然後那個製作人一聲立下說 那個蘇貞姐 好 進去 他怎麼進去 就只說 躺在下面 那個躺下去很扁扭嘛 那個就不是給人家進去的地方啊 所以他怎麼進去都不是 因為他身形又高大 怎麼又不是 後來他就 啊 就讓他滾進去 他滾進去就在地上了嘛 那我們就開始要錄影了嘛 對不對 我們這樣低頭要看他 活像什麼你知道嗎 在摩拜虎爺 真的 虎爺通常都是在下面的 虎爺 虎爺在包皮 結果 結果他 還要奉獻那個錢這樣子 對 我最後問一句 後來他玩得盡興嗎 還是他有變臉嗎 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有點三條線啦 可是玩著玩著就開心了嘛 那這一關就過了嘛 雖然臉上就很多口水啦 然後越到晚上呢 他就越想越不對勁 因為晚上那一關呢 就是這個 寶島小吃健康操 我們要去夜市找美食 那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鼻鼻鼻 用鼻的給他拆 比方說蚵仔煎 然後蚵仔煎 好 那他招蚵仔煎以後呢 他就必須要出動嘛 他出動的方式 太令淚了 到底有多令淚 而且你知道嗎 下一趴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內容很勁爆 因為你知道名模圈 其實學姐學妹制很嚴重 廣告之後我來跟你揭曉 荒謬 就是娛樂的Live現場 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 模特兒界不為人知的秘密 那玉琳哥剛剛講說 跟那個蔡淑貞女王 後來去出外景 玩那個第二關 然後蚵仔煎怎麼了 對 就是他猜 我們在比什麼美食 他猜到他必須要去吃嘛 那以前我們在玩 我們就走路就去啦 可是因為他是女王嘛 所以他們就安排了一個 橋段叫做女王出巡 你女王可以隨便攪落地的 不行嘛 這不叫女王啊 不能沾染塵土啊 他是高貴一朵花 所以必須要有人怎麼樣呢 抱著他出去 那誰來抱他一定是男生嘛 所以一下子有人做人肉轎子有沒有 你想想看喔 在擾我街夜市 我覺得蠻丟臉的 擾我街夜市台起來 他身形又高大 他那個身材大概比那個七爺 那比較高的是七爺嘛 對 你還高大 然後這樣彈了 那小小小小 好詭異喔 然後接著說 這樣是他做的 正好旁邊又有那個 那個媽祖廟嘛 對 然後呢 兩個人累了對不對 那有時候因為那個 要機動心一點嘛 所以就變成一個人扛 那個陳志祥很厲害啊 他把那個蔡如森整個這樣抱著 變成這樣子 身體凹在肩膀上面 對 這樣抱抱 好啦 問題是阿公也累啦 因為我們規定是說 如果讓女王落地的話呢 就失敗了嘛 快快快 我不行運哥來 這個給你啊 哎呀 喂啊 就用丟的 有點像蔡市場在 果然我們的那個觀眾講的沒錯 他說也是中國國最鬼扯鈴 鬼扯鈴 鬼扯鈴 對 總之就是說 蔡淑貞他其實也滿 那你要想喔 因為那一天天氣也滿悶熱的 雖然有點小雨 但那就悶熱 那男生流汗總是臭的嘛 那一個女王還要被大家這樣子 蹂躏來蹂躏去的 抱來抱去的 跟我們水乳交融這樣子 所以無論是玄姐或是蔡淑貞 其實他們只要到那個遊戲 他們就放開心去玩 我覺得其實這個精神值得大家消失吧 所以錄完以後我是相當的感念 我覺得他說這個真的是女王 真的喔 然後願意為節目做出這麼大的 付出跟犧牲 對啊 相當的感人 所以不要再覺得名模好像說 一定是高不可判 其實他們在那個環境裡面 他們也會跟我們融入 可是你說名模真的好相處嗎 因為如果你是學妹的話 你就不會覺得學姐好相處 學姐學妹制很重嗎 重到什麼程度 學長 學弟 學姐 學妹制度很重 像我那時候剛進模特兒圈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有這樣的制度 我只覺得說為什麼感覺好像起來 新人比較不受歡迎 就是你不管做任何事都會被白眼 或者是被不屑 或者是被不耐煩 然後久了就會發現 其實這一切好像都是一個 不成文的規定 因為像比方說我們去工作到後台 然後就一張桌子 明明眼看十個模特兒都可以做 可是先做的一定是學姐 然後學姐做完之後 你眼看旁邊就還有一個位置 你想做對不對 沒有 他就把包包放在椅子上 然後你就沒有位置可以做 你不能把他包包拿起來 等一下 我跟你講 他包包放了以後你就沒有位置做 所以你就只能席地兒做 就可能找一個角落化妝或樓梯間 但問題是那明明就是個座位 為什麼不太多 沒有 這回事 因為就有一個學妹橫白目 她就把 曾經有一次就把一個學姐包包拿起來 放到隔壁桌上 然後她就坐在那個位置 然後學姐就發現她包包被移動過 然後她就很生氣 然後就把那個學妹臭罵一堆 她說你知道我包包是什麼牌子嗎 你敢把我包包拿起來 她說如果我少了什麼東西 你負擔得起嗎 就是臭罵一大堆 然後所有的學姐 或公司裡面的員工都會幫槍 就說你這樣真的很不應該 你是誰啊 你們這個比那個部隊還可怕 而且他們在罵人沒有在開玩笑 比方說剛心進模特兒 你比較不懂得保養或什麼 像我曾經就是因為 我可能比較不注重 那時候年紀很輕 就想說就隨便 就只要有去fitting 有去casting就好 人道就好 但是你狀況可能沒有很好 然後學姐就會直接當著眼面說 你這種狀況敢當模特兒啊 她說我講話好酸喔 因為我之前就是 因為私底下穿著跟就是 可能我是比較隨性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是可能一起去工作嘛 然後學姐就會講說 你穿得也太像流浪漢了吧 我真的不敢跟你走在一起 可是用字潛詞可不可以時尚一點 對 就不要講流浪漢嘛 就是無家可歸的人這樣就好 無家可歸的意思好不好 你也做過地板嗎 我當然每個學妹都做過地板 而且每個學妹都有過就是 你頭髮或妝根本就還沒有完成 然後你就要上秀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你的妝是特殊妝 你需要那個化妝師幫你化 然後可是先化的一定是學姐 然後你有時候可能化到一半 你兩隻眼影顏色不一樣 可是秀已經要開始了 你就是得還是要上去 不是 可是我曾經有主持過活動 那種那個後台 因為要開始之前 後台的燈光都光很暗 我看到好多學妹都在下面 拿那個手機的前面的燈在那邊化 那哪能化妝啊 為什麼學姐全部都化好 都能坐在那邊等 而且我曾經有一次等用頭髮 就是真的用不到我 然後已經要開秀了 我頭上還捲那個髮捲 以前沒有電棒 以前都是用那種加熱的髮捲 我就帶著髮捲上秀 然後那個導演就說 沒關係 就這樣比較自然 然後我就要走出去 可是那明明就不是一個 完整的造型 對 你就只能出糗 然後罵都是我們 都被廠商罵的永遠就是這些人 而且你們在走那個時裝秀的時候 衣服也有眉眉角角嗎 我跟妳講 妳學姐都會把她不要穿的衣服給妳穿 可是問題是 我一直在想說 Fitting的那個衣服 不都已經講說 沒有 因為妳看喔 誰穿哪一套 比方說到我們的順序 因為為了要讓秀順利的進行 我們一定是照輪 比如說1 2 3 4 5 6 出場區會這樣 如果妳要微調 頂多前後調換 要不然妳一定出不來嘛 可是就是會有學姐 比方說她的那一套是秋冬 然後她可能有毛衣 有外套 有褲子 還有細皮帶 Piece太多 可能Total家家要七八件 她就會看到隔壁是學妹 然後是穿一件one piece的洋裝 她就說 我覺得我比較適合穿這一件 對 她講說妳不覺得比較好 還會先爭取旁邊的印象 她講說 我覺得她身材 她不會直接講說她想穿這一件 她會用好好的話跟你講說 我覺得妳穿這一件好像要比較 沒那麼適合 我覺得這件毛衣比較適合妳 那妳不能說不會啊 我好適合喔 我比妳還適合呢 沒有人敢回床 妳會被排擠 沒有人敢摳 所以說不要不要不要 就趕快去尿尿 不行 不可能 可是妳們也是這樣一路熬過來的啊 所以如果學姐用這種話語暗示的話 妳就是要馬上跟她說好 我跟妳 沒有 因為導演一定會說那就換吧 那導演開口妳不能說我不要 那妳可能這樣就被換掉了 而且通常自己就會講說 好 學姐給妳穿給妳穿 學姐要什麼使命必達 那如果說那些衣服都是廠商準備好的 那妳們必須 因為我知道 模特兒是不是有一些術語什麼 黑包膏 然後還有什麼 鞋子 銀高樑 銀高樑是什麼 銀色高跟樑鞋 我今天就穿銀高樑 我現在腳上這雙就叫黑包膏 這叫黑包膏 黑色然後包頭的高跟鞋 然後李懿現在腳上那雙叫做 銀高樑 不知道還以為說你們都在喝台喝酒 銀高樑 黑包膏 黑金色 那蘿蔔膏呢 沒有蘿蔔膏 像我這個是黑螺嘛 我現在這個是黑螺嘛 對 就是都有不一樣的稱號 鞋子自己戴就好啦 那如果學妹需要幫學姐帶鞋子嗎 我跟你講 學妹需要幫學... 要是學姐要的鞋子沒有的話 然後我們正好有的話 我們是要幫學姐帶鞋子 可是因為我們身為學妹 然後我們都會很願意的 就是幫學姐帶鞋子 可是因為你知道現在學妹 就是有一點越來越不受控制 新借來學妹越來越不受控制 我之前就有一次要跟一個學妹 就借鞋子 因為廠商叫我跟她借鞋子 然後我就說 那個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廠商說想要你這雙鞋子 那你可以明夜帶借我嗎 她就直接講說 喔唷 為什麼 學妹 學妹 以前的學妹不敢 但現在的真的敢 他們就說為什麼 會不會像妳講的是一個學妹臉 永遠就是一個學妹臉 我算是學妹臉合作 可是妳算是資深了耶 妳講說她不是永遠的學妹臉 她是永遠的學弟臉 因為她是李懿哥 因為現在的學姐 並不像以前 因為以前做模特 妳是長得比較有個性 所以看起來會難清淨 自然而然的話 人家就會不太敢跟你互動 可能因為妳也不兇啦 對 我也不兇 妳如果跟她兇一次 她說 妳們這樣 一陣 青蛙跳 二十次 以後就不敢這樣 誰會這樣子 所以我還必須要拜託學妹說 好啦 不好意思 真的麻煩妳幫我 但她說 好啦 就是我還要看她臉色 真的假的 那雨柔有遇過嗎 我... 沒有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以雨柔的臉 跟李懿的臉的話 我一定會嗆妳 但不會嗆妳 對啊 誰會惹雨柔 因為雨柔感覺會 會去打她 雨柔以前一拳打死一頭牛 沒有 太誇張了 是癢啦 但我在當學妹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乖乖聽話的那一種 就是不敢喊口 完全不敢 可是你知道嗎 當名模 你一日當模特兒 就是終身模特兒 模特兒無論是在台上台下 其實都要表現始終如一 聽說有一位模特兒 他連去人家吃洗酒的場合 他都當走伸展台 到底是哪位模特兒 滿有名的 廣告之後我們來告訴你答案 來看我們 我們來看 這次的分款 真的是 模特兒總是給人家 看起來光鮮亮麗的感覺 不過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模特兒界好不好賺 因為我們看到 真的很厲害的 比如說像是林志玲 感覺他們都賺很多 到底模特兒好不好賺 其實剛新進模特兒 幾乎我接過最低一賞價錢 是沒有錢 沒有錢 然後他們的說法是說 你就是去 露臉 讓廠商知道你是誰 然後這一 問題是走秀 你知道那一輪都走了 十幾二十個模特兒 廠商哪會記得誰誰誰啊 而且重點是你要知道 他沒有錢之餘 你還要再多挑一天時間 你還要去fitting 你還要 就有工作天數很長 然後還要正式做秀 然後你沒有錢 然後這還不是說一次兩次 是一陣子 一陣子 我們那時候就有想說 一進來大概有五次 他直接講得明確 就是五次是沒有錢的 因為你要讓廠商認識 你是新人 然後那時候我住中立 然後fitting是沒有錢 我還必須從中立 他沒有跟你車馬費嗎 沒有 都沒有 零 坐火車然後到那邊 再轉捷運或是轉公車 然後fitting完 fitting可能半小時 一小時結束 然後你再回中立 而且以前有一個 不成文的規定就是 如果學姐真的忙不過來 我們不是很多秀都要fitting 要casting什麼的嗎 然後他就會找一個身形 跟那個學姐很像學妹 然後你就要無條件的 去幫他fitting 然後你就住再遠 你都要自己想辦法來幫他fitting 所以你幫學姐fitting 也是沒錢的 有耶 我沒有錢 可是我們沒有 我們都會說 你就私下自己跟他拿幾百塊 但沒有學姐會贏 對啊 而且你也不敢跟學姐開個要錢 他們這個也是算是 幫自己爭取機會 就跟那個姜母鴨有沒有 姜母鴨剛開幕的時候 前兩天也是不用錢 他們又不是什麼什麼鴨 讓我覺得自己是鴨或是職業 他目的就是為了那個嘛 懶課嘛 宣傳 對 但如果走完那五場之後 最低的門檻大概是一場秀多少錢 實際拿到大概可能才一千出 對 一千出 而且新人抽成很高 對 都五抽 如果你還不扣稅的話 你對抽 然後你拿到五之外 你還要再扣稅 對 所以你幾乎拿到就是一千塊出頭 大概熬多久才能變資深 大概 我覺得至少有個五年 因為其實你模特兒的價錢 是這樣算的 就是公司覺得你一場秀 值八千塊好了 你就是值八千塊 即便他今天來廠商 給這個模特兒的費用是兩萬 他還是給你八千 所以約是這樣簽的 沒有 他合約沒有說明 就是你不可以跟廠商去討論到 工作費用的問題 可是通常你會知道 都是因為你做秀做久 你跟廠商很熟 廠商會直接說 這場我付玉琳哥的費用是兩萬 然後我們拿到的薪水是八千 還沒有抽成 我是有聽過一個男生的模特兒 然後也是小有名 就是一點點 就是小帥哥這樣子 他去拍了一個廣告 後來他跟廠商疑問之下 就輾轉才知道說 他那個廣告其實六萬塊 可是他最後只拿了兩千塊 那差滿多的 就是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 我聽到我是覺得 模特兒界感覺好像 有時候也是滿黑的 但是他們走秀的那個價錢 有那種所謂的添加 像綜藝組織人 有的說一級啊 五十萬六十萬這一種 那他們有這種 你們有嗎 有這種 譬如說像玄姐啊 高價的行情 如果你是有名的 非常知名的模特兒 你當然一場價錢 大概就是那個價位 大概多少 大概大概 對應該也有個 五六位數有 對啊 百千萬 五六位 六位有十萬耶 因為那有點像是出席費 可是你要知道 就是通常 模特兒經濟公司 會去談這個活動來公司 他會用包價 就是譬如說 我用一百萬 包你這整個活動 然後我會搭配幾個模特兒 跟幾個名模給你 然後裝法師都在裡面 所以如果 這個名模要拿走非常多的錢 然後如果裝法師錢 不肯往後退的話 就變成衰的會是後面的人 他會一筆預算啊 那如果你錢不夠多的話 牛排還是有牛排 可是前面本來應該是冷盤對不對 他可能就給你花生這樣 就他會去調配就對了 沒錯 但是如果你們當名模 是不是私下 因為你們現在雖然是轉綜藝 但是在當模特兒的時候 公司是不是也有規定說 不能去某些綜藝節目搞笑 是嗎 有嗎 有喔 因為你搞笑 因為你做秀 你就代表是那個秀 如果你的形象是可能比較搞笑 或是比較會扮醜的話 那請你來的話 那個秀的目的就不在 你可能是要穿個很棄質的衣服 可是我聯想到 你就會覺得說 一出來 所以你一下你就回不去了 我現在就是 他現在不行了 他上來什麼在走秀 他有在走秀 他一走出來 台下人就哈哈笑 哈哈 異哥 對啊 我穿一個棄質的衣服在那邊走 就是現在就有點不合了 對 但我還在希望大家可以發我了 你在當模特兒的時候上通告 如果有時候你去聊太開心 講太多話 你節目結束之後 公司就說你剛剛為什麼要這樣 你不應該這樣那麼輕服 那你很容易耶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很壓抑 一開始都跟著公司的學姐一起 然後都不太敢講話 就很怕會說錯話 對 所以一剛開始如果 你想要真的完全轉行的話 其實也是一種挑戰 因為製作單位會覺得 這是模特兒 這是新人 就沒有效果 你不會講話什麼 可是模特兒台上台下 都要保持很完美嗎 這個人家說 一日明模終身明模 一日海軍陸戰隊 終身海軍陸戰隊 也還好 那他們就秉持這樣的精神 而且這個是我親眼看到的 對 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 然後大家吃吃吃吃 然後杯子啊 盤子啊 撞擊聲這樣 突然呢一片鴨雀無聲 人們交頭皆有說 來了來了來了 誰來了 誰來了 扯鈴又來了 我轉頭一看 那知道婚宴現場呢 中間會有通道嗎 通道也會有紅地毯 紅地毯 對 我轉頭一看 不得了喔 真的是女王駕到 對 就是一個喔 身形苗條 然後那個高大的一個女生 因為很遠看不到 對 就從那個大門推進來 就緩緩的走進來 她腳一接觸到地毯 不得了喔 就跟貓去碰到那根那個棒子一樣 那個喔 抬起來了 你知道嗎 一接到紅地毯 那個姿勢馬上不一樣 就直接 就走起來了 你那個是七爺八爺 你到底會被走秀啦 就走起來了 有職業病 那誰啊誰啊誰啊 真的會有職業病嗎 會 我看到誰你知道嗎 殷琦 果真是女神的風範 真的 所有人喔 她穿很辣吧 我跟你講當時 當時的菜是佛跳牆 算是大家喔 會爭先要搶食的菜 對 所有人沒有人在動筷子 每個人欣賞她喔 入場的那個風範 然後 星光大道就對了 經過身邊喔 因為它很香嘛 對 大家 怎麼有點變態 變態吧 你確定講真的 芽芽不會生氣嗎 然後 我是講別人不是講我 你是這個 正帶頭文的人吧 我沒有文我只是帶動鼓掌 因為我想說 一般這個時候一定會掌聲鼓勵鼓勵 好奇怪 我站起來說 給殷琦熱烈的掌聲 她又不是新娘 你現在在給她掌聲幹嘛 但是我說那個 即便在私底下呢 也有名模的風範 那Model是這樣 Model的自尊心很強 像我們諧心當慣了 你怎麼假啦 怎麼尻啦 我們也都OK 對 我們就是 都能夠一笑自知這樣 人家笑我們太瘋癲 我還笑你看不穿 我們就是這樣的人嘛 明模不行喔 明模不能亂開玩笑的喔 有一次呢 又是殷琦 那次節目的主題是說 要她穿很 很時尚的衣服 當然很時尚OK嘛 可是呢 要她換一套很土的 很難看的衣服 看是不是也是一樣 會有時尚感 而且你知道嗎 要殷琦穿很土的衣服 我至今沒有看過 她穿很土的衣服 對 而且玉琳哥一習話 聽說殷琦氣到一個 爆炸 那次發生的災難 是我那個出道以來 遇到最難堪的場面 最難堪的場面 到底有多難堪 很難堪 超難堪 廣告之後玉琳哥來告訴你 今天其實就是這場了 真的是聊得太開心 因為其實私下有太多太多 很好笑的秀 待會兒要跟大家分享 不過玉琳哥到底惹火殷琦什麼啊 就是說錄影前製作單位 有告訴我今天的主題架構 所以他們希望我說 當玉琳換上不OK的衣服的時候呢 我就不要再讚美了 因為這樣會很假嘛 所以她希望我講一些 就是批評的話這樣 好啦 所以 當前面那段她穿得很時尚的時候 好時尚喔 女王女王 Miracle 我們再講這些 好啦 等到她換成那個 不OK的衣服的時候 那我要忠於我的職責嘛 我就開始不行啦 果然也不是說一定名模 穿什麼衣服都OK 還是很土 好土喔 好沒氣質喔 然後我越講越開心你知道嗎 我都沒在看她 因為我只在看鏡頭 一直講一講 我突然耳邊傳來錯氣聲 我想說好陰森喔 因為那時候正好是農曆七月 好陰森 我想說攝影棚怎麼會有哭聲啊 它不會只有我聽到吧 我轉頭一看 櫻琦哭了 櫻琦這麼好強的人耶 她很好強 她非常好強 原來名模 是不能讓人家講有關於這個時尚啊 服飾啊這種事情 而且土啊沒氣質 這個是非常忌諱的一個語言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一輩子以這個為專業嘛 對 那你現在這樣子等於是 讓她的這個專業度 就大打折扣了嘛 對 我也弄得很尷尬啊 你想想看 一個攝影棚 一個女模特兒 被一個男生搞到哭了 我真想挖個洞躲起來 你就是沒有連香惜玉啊 不是 縱使之地啊 你這樣子害她少很多錢耶 那是製作單位 要我扮演這個角色啊 我不管了 你要錢來就幹 你就這樣得罪別人啊 就是這樣 就是得罪別人 對 但是你知道名模 你說剛出道 那個錢已經很難賺 如果廠商的東西 你們沒有弄好 你們要賠嗎 我覺得模特兒是要有錢人 才能做得起的 對 因為舉凡 因為我們上秀錢 我們都一定要檢查衣服 要是你衣服 被廠商檢查到一個污點的話 他就會不管是誰用的 他就會說 就是你用的 你穿這一套就是你用的 你就要賠那一套 你就要買那套買下來 買走啊 你就要買下來 然後講說 好啦 給你打個九折啦 九折 或七折 就是給你打折扣 可是打折扣 又不是對折那一種 通常都要買下來 然後有次我做一個秀 然後上秀錢 我就覺得那包包的那個扣子 怪怪 因為它是這樣轉開的那種扣子 我就覺得怪怪 我就有跟他們講說 我覺得怪怪 他們就講說 沒事啦什麼時候 就一直跟我講沒事 然後結果我出去回來之後 然後結束 我就把包包還給他們 然後結果 整個就是秀結束了 我突然被叫到旁邊去 他們就拿一個掉的扣子 跟我說 你把他弄壞了 我說我沒有啊 我還給你的時候是好的 對 而且我有跟你們講說 這個東西是 有點鬆掉 重點是包包多少錢 50萬 哇 50萬喔 那給你打九折嗎 那個是什麼包要那麼貴 就是那種什麼 日本的牌子 然後上面有很多碎賺還是什麼那種 對 不管什麼包你那時候 根本就不想管那什麼包 反正是50萬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對秀是非常小心的 然後我還給你是好的 然後你事後 你再跟我講說 這壞掉了 誰會認帳 然後就在那邊跟他對比 超久的 然後最後就是想 就是因為 不是從我這裡出去 就壞了 所以後來我們公司人 就有幫我講說 就是 那你真的逃過一劫 我就是逃過一劫 那不然50萬怎麼辦 對啊 我要妳的話我只好去那個 迪化街 買一個那個 車輪牌的那個 自立包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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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衣服呢 衣服常常也會出 trouble 因為這個就很重要 就是為什麼 作秀前一定要檢查 你每一套服裝的細節 可是有時候 你要穿上去已經很忙了 你哪有空 所以如果你出新大意的話 你可能就會被栽贓 因為像我有一次就是作秀 很敢很敢很敢 然後等到我這場秀結束 衣服都換完 回來把衣服收好 每一套都要掛好 然後還給廠商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衣服 都沒有任何的狀況 然後可是我沒有 多過於去檢查 然後等到廠商 就那一天 不知道為什麼檢查了很久 然後就把我那套拎起來 他就說 這一件套頭的針織毛衣破掉 就是說領子跟肩線這邊 已經破了開口 可是我在換下來的時候 是沒有事的 可是因為我沒有多過於檢查 然後他們就說 那是你穿的 就是你要負責 然後那時候我就沒有逃過一劫 因為我真的沒有檢查 然後那一件衣服 打完之後還要七八千塊 可是你知道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是新緣 我一場秀費三千還沒有抽成 我怎麼賠那件衣服 所以等於我那一個月的薪水 都在賠這件衣服 公司會直接跟你講說 那這個月我們就會 從你的薪水扣掉 慢慢扣 直到賠到那件衣服 可是你知道模特兒 其實什麼秀都要走 而且設定什麼情境給你 你都要演得出來 因為你是專業的模特兒 有走過什麼奇怪秀嗎 我有演過一根黃瓜 它是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面膜的秀 然後面膜有分非常多 比如說什麼布織布啊 然後面膜有海泥啊 然後面膜有用黃瓜敷臉 然後我那時候就演一根黃瓜 然後我記得我是穿 好大的一根黃瓜 我是穿那種透頭 我就全身緊身的那種綠 像綠Key的顏色的衣服 你自己不會覺得很想笑嗎 很糟 然後那個美術 就在我身上貼滿那種黃瓜片 就是用紙板做的 然後就是活身變成一根黃瓜 然後黃瓜要怎麼走秀 重點是你這樣怎麼走出時尚的 我告訴你 你這種表演的風格好像山豬 而且那個導演還說 導演還說黃瓜是比較年輕可愛的 所以那場秀我從走出後台 到離開後台回後台 我一路都在轉圈 就是要演那種青春洋衣 可愛的黃瓜 然後回到後台我大吐特吐 因為太暈了 然後我還有做過秀 是直接在觀眾面前換衣服的 就在舞台上換衣服 所以那你裡面的寶 沒有 我們就是只能穿 很小很小的泳衣 跟很小很小的三角泳裤 這好自秀 好山情喔 對 它就是開場 就是在舞台上開場 然後布幕式打開 然後所有觀眾看到男模女模 都在那裡換衣服 然後你一邊換 還不能像後台很醜什麼 很趕 不行 你要一邊換還要拉腳 還要後仰 還要幹什麼 那邊就把它已經有點舞蹈化了 對 就是很誇張 然後還有在水上面走秀 就他們就租了一個場地 是泳池 然後他們在泳池正中央 蓋了透明的舞台 然後舞台的高度跟水是切齊的 所以那天晚上做秀 真的有模特看不到那個舞台 然後就掉到水裡 好危險喔 而且你知道因為那個水會有波動 所以水不時的會漸到舞台上來 然後女模穿高跟鞋就會一直滑 我上次還有聽過一個模特兒 是在說他們也是走了一個酒商的秀 然後走那酒商的秀就是 那酒商他講說那個冰鎮過的水 怎樣怎樣很好喝 他們辦在游泳池旁邊 這樣模特兒就這樣走一走 然後跳下游泳池之後 然後起來之後拿出他們的酒 然後還要很漂亮這樣 怎麼可能啊 超難的啊 之前我們公司有辦過 就是街道南部的小吃秀 就是那個是一個小吃的一個夜市 夜市秀 然後你就是要有香腸掛在身上 可是香腸你要秀得很時尚 你還不可以把玩它 你不可以把玩它 因為香腸 香腸怎麼把玩都會 就會有一種回憲 所以你一定要很時尚 不是 香腸掛在這怎麼會時尚呢 香腸還有蚵仔 就是你都要放在身上 然後你就是要一副你知道就是 它就是一個藝術品 天啊 我真的不想做這個行業 然後他們還把拉黏在眼睛上面 沒有啦 所以拖鞋秀真的把拖鞋 頂在頭上耶 拖鞋秀 高跟鞋 鞋子什麼 任何都把你頂在頭上 不是 拖鞋秀 不就是應該穿在腳上嗎 沒有 然後你頭上 還會有別雙邊的顏色 是一個造型 造型 我之前還有做過那個什麼 婦女 婦女病的那種秀 然後你就是出來還要演 你還要演就是有婦女病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對面男模還拿著一根鞋 還沒出來 我跟你講 李懿現在反正已經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廣告之後 最後一趴 我們就來CUE 李懿走婦女疾病的秀 請她示範一下 對 請她示範一下 到底婦女疾病的秀要怎麼走 然後我們不負責拿嫌疑 我們廣告之後來看 時尚模特兒的走秀 我們直播節目真的說 站起來就站起來 今天在最後一趴可精采了 因為雨柔跟李懿兩個人都是 模特兒界轉戰演藝圈 然後今天要為我們來示範 你們的老本行 就是幫我們走秀 首先就是登場就是李懿 婦女病是不是 對 婦女病的秀 那我們要拿一個什麼東西給你 本餐 這個就是產品 產品 那我們設定的情境 就是這樣 就是李懿是一個 還沒有使用前 我有婦女病 對 有婦女病 所以常常會胯下癢 對 可是你胯下癢 要時尚的胯下癢 時尚胯下癢 但是噴了這個之後 馬上就煥然一新 預備 開始 你可能走出來的時候 這位少女由於生活不檢點 生染不可告人的疾病 經常感覺胯下癢 癢了又癢 癢了再癢 你有辦法嗎 我覺得不習慣 那我來幫她主 幫她主持 這位少女呢 因為生活不檢點 生活不檢點 然後這位胯下癢 走出去 然後覺得 後來使用了我們 她終於找到她的救星了 對 就是這一瓶 客癢香 客癢癢 好 現在要為我們示範來 客癢癢 要為我們示範噴噴 快點 你不要 你不能管 我已經噴了 等一下 你現在不能最終 我有這種來賓 這個來賓不OK 你不能做綜藝效果 你要完全就是 時尚名模好不好 重來 重來 很難耶 很難喔 你不要管主持人講什麼 對啊 你做理得啊 好 我已經介紹就是 我們2016年最新出產的 這一塊呢 就是娛樂 不癢癢 所以這一關就是娛樂 不癢癢 尊人治婦女的疾病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位少女呢 沒有用這個就是娛樂 不癢癢的時候呢 胯下覺得有點癢癢 覺得有點潮濕 非常癢 癢了又癢 抓了又癢 癢了又抓 走在街上呢 很想抓 但是呢 走著走著 因為她買到的這一罐 就是娛樂 紙癢癢 所以在噴了之後 哇 整個人煥然一新了呢 好的 現在限量三次組 馬上打零花進來 會優惠價 現在買一送三 買客癢癢 送你癢癢客 什麼啦 我覺得還不錯耶 因為要走那個 腳痕癢這樣子 腳痕癢 她那個太委婉了啦 就是一般跨家癢 跨家癢就是這樣就好了 拿心啊 要時尚嘛 不行直接這樣啦 好 那宇柔 你幫我們走一個 你曾經走的那個 你要走黃瓜修嗎 可是黃瓜這樣 就沒有那個效果 對 沒有那個效果 要不然你香港腳 香港腳 香港腳 香港腳也有 香港腳噴霧 來 是真的會有香港腳噴霧耶 會喔 來喔 好來 預備 開始 這位少女 在她年輕的時候呢 加入了海軍 所以染上了香港腳 加入了海軍 香港腳養又養 香港腳養又養 抓了又養 養了又抓 抓了又養 養了又抓 幸好她找到她的香港腳的救星了 就是她手上這一瓶 好時尚 不得了啦 一天噴三次 輕輕的往臉上噴一噴 往腳上噴一噴 唉唷 不得了啦 產生了神奇的效果 她的腳再也不養了喔 很時尚耶 而且 而且那你那 但是這個模特兒的走秀 走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突然之間 腳拐到了 怎麼辦 要怎麼補救 我曾經有跌倒耶 對 但就是站起來繼續走 或是在地上擺個姿勢 對 那如果你是扭到的 你有辦法很時尚的 再繼續走嗎 可以耶 好來 預備 這幫我拿一下 好來喔 這樣我會不會副光好 不會不會 小心小心 好預備 開始 走走走 不小心 唉唷 喂呀 哇 哇 妳這樣看起來滿機車的 很厲害耶 有了 沒有啊 鐵島一樣要保持那個優美 一走一走 唉唷 唉唷 妳真的很麻煩 哪有這招 妳要優美啦 妳要優美啦 要怎麼優美 唉唷 優美啊 不行啦 沒有這種的 沒有這種的 這裡是哪裡 我怎麼會來這裡 我要回家了 李懿咧 李懿如果你摔倒的話 你會怎麼處理 你摔倒的話 一定就是也是 一定就是 然後就把它擺個po 喔 然後我就開始被人 很欠揍耶 就是只能這樣 然後妳就只能 妳還要這樣子起來 妳這是在後台會被學姐打嗎 對 以前